好了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罗老师 非常高兴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咱们基础知识中药学这一门课 中药学这一门课的话 在咱们这个中肌中整中药 这三门课里面讲 中药学相对来说难度属于什么 中整的 不算太难 但是比较繁琐 为什么呢 它要求掌握的药比较多 那么药的话 每一个药又有很多的功能 有很多功能 很多的组织 所以的话 支点很多 但是如果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技巧的话 相信也不是很难 那么中药学的考试的话 很简单 就考两个东西 一个是功效 一个是组织 这是核心的东西 功效和组织 对于硅金 读性 用法用量 也未考一点 但是考的分数量不是很大 主要是什么 主要在功能和组织 所以咱们应该把重心 放在功效和组织里面 那功效组织怎么去学呢 这个也有方法 如果没有方法的话 你记不住 功效和组织的话 记住 功效是核心 组织 不需要记 组织的话 记的话 记不住太多了 组织一般 一般是从功效推出来的 所以组织不需要记 那么功效的话 虽然说 就学个功效也太简单了 其实也不一定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有很多个药 有几百个药 每一个药 又有很多的功能 所以功能的话 记起来的话 我们需要一些方法和技巧 那么什么方法 什么技巧 一会咱们讲课的时候 会详细的讲解 好了 那么在正式讲药物的功能组织之前 咱们先学一些 关于药的一些基础知识 这个基础知识的话 明年也为出了2到3分 所以同学们先掌握一下 先讲第一个 中生产地 那么这里的话 咱们来掌握几个到底药材 这个得知道一些 因为咱们作为医生 我们在开方子的时候 因为什么 我们知道药物的话 讲究到底药材 到底药材 就要比普通药材 效果要好很多 那么什么药材 是到底药材 咱们把它背下来 你比如说当归 用干肃当归才好 对吧 枸杞 宁夏的枸杞好 是不是 所以这些道具药材 都是我们非常常用的 道具药材 所以 的技术 那么咱们简单看一看 这里面的话 当归是甘肃的 那么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我教你一个简单记忆方法 就是把地区和药名 连起来记 就不会辣了 你比如说 甘肃和当归 我怎么记住当归是甘肃的好呢 你就记一个名词 一个词叫做归宿 归宿 归宿 那么写音字就是归宿的归宿 是不是 归宿吗 当归甘肃 宁夏的枸杞 这不用说了吧 我相信 这个连老百姓都知道 枸杞宁夏的好 青海的大黄 怎么记呢 大海嘛 大海 是不是 所以呢 青海的大黄 大海 好 内蒙古的黄旗 内蒙古的黄旗 你怎么记呢 内蒙的黄色的旗子 内蒙古有黄色的旗子 黄旗 你就想着 内蒙古大草原上 到处都是黄色的旗子 东北的人山细心 五位子 怎么记呢 五个细心人 东北的人 有五个人 五个人很细心 五个细心的东北人 五十五位子 细心是细心 人是人生 是不是 这不记住了吗 五个细心的东北人 三西的党生 三西的党生 共产党不怕牺牲 党不怕牺牲 党不怕牺牲 所以三西的党生 河南的地黄 牛西 山药 淮花 我们知道 河南简称淮 只要能够戴淮字的药 都是河南的 比如说淮地黄 淮牛西 淮山药 淮菊 是不是都再加个淮字 所以戴淮字的 就是河南的 云南的就是云字的 云三七 云浮林 这边云嘛 云三七 云浮林 四川的就是川嘛 川黄连 川胸 川背 川屋 是不是 都戴川字 戴川字的 就是四川的好 好 山东的鹅交 这个也不用说了吧 东鹅鹅交 山东东鹅鹅交 对吧 浙江的贝母 那戴这子嘛 这贝母嘛 是不是 江苏的薄荷 苏 薄 苏跟苏 谐音 薄荷的薄跟 大伯的薄 苏伯 广东的陈皮 那么大广字的就是广东的 广陈皮 广沙人 广陈皮 广沙人 你看陈皮 沙人干嘛的 就是礼器的 这叫气质的 是不是 那么广东的什么 最什么 最会养生 最喜欢吃 所以什么 所以什么 我们吃东西做菜 都是什么 都要放一些礼器要进去 陈皮 沙人 豆蔻 是不是 所以广东什么 就盛产 陈皮 杀人 好了 这也是咱们 道地药材的记忆方法 你会的 你就不用你记了 不会的 就是按老师的方法 把它记下来 这些道地药材 都是咱们常用的道地药材 所以 必须掌握好 咱比如说 看到立体 属于广东的道地药材 是什么 加个广字吗 什么叫广字 广大黄听过没有 没听过 广武威子也没听过 是不是 广当归没听过 那广成皮呢 是不是有啊 广成皮就可以 礼器对吗 广东什么 爱吃 是不是 人吃 好吃的特别多 所以嘛 都什么 都喜欢用些 用些陈皮 杀人这样的药 东北 东北的五个细心人 对不对 五个细心人 五位子 细心人生 五个细心人 所以大家请B 五位子 OK 好了 这就是道立体 所以呢 道地药材 我们怎么 要掌握一下 好 那么这一节的话呢 咱们掌握这些就可以了